哈喽大家好 上一节课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real.js的基本环境已经搭建出来 并且成功的输出来一个这个Hello World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一步一步的开始这个深入到real.js里边 它的每一个特性 我们都要这个慢慢来学习 每些组件啊 用法呀等等之类的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从这个 gsx开始 首先说这个什么是sx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这个javascript extend 现在都是看到这个什么各种x开头的这个 很牛逼的东西 甚至看到有些这种乐队 比如之前在听的这个xjapan x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表示这个未知可扩展的一个东西 总之就是一个看上去很牛逼的东西 那么这个扩展呢 就是在原有的这个tml的基础上 来做了一个这个标签的一个封装 把它当作一个组件 然后有这个组件呢 来来进一步来生成这个和tml的标签对应上 这么一个玩意儿 定义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何使用 如何转换 以及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重点 因为这个东西呢 便捷性就这个 特别简单 就不用再详细说了 关键就是在使用过程当中 你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可能出现的一些差别 没有注意到 然后来说这个如何转换 第二点是如何转换 一个是这个JSTransformer Transformer这个是这个Transformer写错了 Transformer这个是之前的一开始的时候一个这个转换代码 你在官网上有一个这个官网上有一个这个下载地址下载的这个 嗯 等我转一下 上线客观就保存下来的 哦对 这有想起来 啊 Carm的这个文件夹我也是特别喜欢 从这下载下来之后 在这个build文件夹里边会有这个对应的一些文件 这个JSTransformer呢 就是做了用来做一个转换的 用来做一个转换用的 这个是之前的这个一个工具 然后后边这个也提到了 就是说这个已经改成browser browser的main.js 用这个东西来买这个转换 然后这个呢是一个bibo下边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呢 其实完全可以就是说 嗯 看一下这个bibo的转换 这个地址就行了 bibo.js.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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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ge01就是这个处理时间阶段可以用哪一个 哪种转换方式 我都说了这个慢慢研究吧 这个网站还是有很多东西可看到 那么像这个刚刚提到的最终转换成的es05 嗯 是否在los呢 是决定了这边是否有严格模式 这个严格模式这个东西啊 严格模式这个东西我们还是提倡大家使用 因为在有些这个你写的时候要求你用语法更这个准确 所以这样的话加上这个use the struct的时候 如果你写错了 他就会提示你 然后这个必须要增加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为了阳成大家这个良好的编码习惯 还是这个提倡大家把这个加上了 再一个是这个转换来源 比如这个react 后边这个stage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 转换哪个阶段 转换到那个阶段 这个就不再说了 以后大家再写这个react写js的时候 如果不确定写的这个代码对不对 可以拿到这个网站来试一下 那么最终转换的结果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直接把一个自定义标签 都用这个react.createelement createelement来这个替代 咱们替代之后形成的结果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这个名称 创建的这么一个组件 它的属性是这个 它的这个inner HTML里边DOM结构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直接一个转换 那么它实际使用的时候可以说 比方说另一方面你直接react.createelement createelement 然后render 方式覆盖它的这个inner方法 然后return一个这个组件吧 为什么老师用的这个都是特别简单的标签 因为我们更关注于说这个你对支持点的这个领悟 你如果说要写这个太复杂了代码的话 这个就好像说这个 你玩游戏的时候给你出来一堆这个组合键 说什么什么怎么按 那么你在讲这个组合键的前提呢 就是你现在把每个键都说完了 那么光讲这个每个键就要花点时间 那么再讲组合呢 还有可能就已经忘记了 你开始讲的时候你要关注 关注于哪些点 所以我们呢就用最简单的例子 然后直接来说这个支持点 这块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普通的创建组件的一个代码 那么它直接 转化成原本的 从这个jsx 到原本的javascript 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也是create的一个element 啪啪啪啪 干了这么些事 这种标签没属性 然后in the HTML 总的就是通过createelement 来创建我们写的自定义标签 做这么一件事 然后呢jsx使用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注意的这个两点 一个是这个元素的前套 说是元素呢 其实说组件更合适一些 元素的前套就是说这个你组件里边可以前套组件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像刚刚看到的这个其实就是 你在这个印出印出标签里边签套了 把它签套三个标签 name age job 分别是什么 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说jsx 它也像这个tml一样 知识标签里边签套标签 组件里边签套组件 咱一个是这个天象属性 天象属性这一点呢 需要单独的来说一下 我们直接拿一个例子来说 像这个props里边 他这定义了一个这个 hello组件 然后你在这 这的时候如果说我直接这么干 用创建了一个这个hello标签的实例 然后复给了mahllo 然后你直接把他的这个属性props.name props是干嘛的呢 就是定义他的属性的 那么有关这个属性的 我们回头会具体拎出来一节课再单独说 因为这个知识点比较多 这会一下子说不完 然后这个设置他的name属性 等于word 那么这么来写的时候呢 结果是什么样呢 会报错 至于为什么呢 来看一下报错面容 哦 对 啊 class03props 为什么不好使的呢 哦 对 我们先把这个先换成本地的 因为本地的还是比c3快点 原来讲实力 他这个也报错了 其实和那个你刷新也一样 不能添加property name object is not extensible 是说这个属性是不可扩展的 你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来给他使用 那么如果说你想要给他添加属性 怎么办呢 先来一个空的对象 然后property name等于说 假如说实际上这个steven property age等于这个17 然后紧接着 快捷键 注释的快捷键 control加上斜杠 这是sublam的 这三个点是什么用法呢 ES6的用法 就是说那个 把他所有的属性都引用进来 他相当于说你定义了一个这个 等价结果就是这个 name name steven age name 17 把这个引用把这个对象引入进来了 就是干这么一件事 hello steven正常出现 就是干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要说一下就是这个属性扩展的时候 我们不能说你定义了一个组件 然后啪啪引用出来这个组件的属性 因为这个组件属性是只读的 read only 大家明白这个单词的意思了 就是说 你只能从这里边来取这个属性 但是又不能给它复值 这种类的东西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属性 这就是为什么它能保证数据的单向流动 就是说你在这个写这个props写属性的时候 你只能从它的这个应用者 从它的这个上一集 然后往下一集来写 而不能反过来写 说到这个属性来说一下那个 sx和一天秒的两个几个区别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在实际 为什么要区别呢 因为我们在实际写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你是怎么干的呢 这写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先把这个区别吧 hello 讲说我这又定义了一个新的图件 叫age吧 age图件 reacts their create class 这我多说一句啊 我们看到有时候有一些用es6的用法 你可以写这个classage extend reacts their components 这是另外一个用法 这是es6的用法 这个大家可以回头再看一下 其实要做的都是做 都是做了一个继承的动作 就是从这个组件 继承继承过来 定义了一个新的组件 然后并且继承了他的一些方法 或者是像这个方法是直接覆盖了 然后这个age呢 return了一个 为什么要写括号呢 因为我们在写这个return了标圈的时候 是要把它当做一个整体来对待的 你不写就是相当于正常的一个return 标签的 正常的话这个return是错误的 my age is 传给他 is their props the age age is 17 或者说 his age anyway 不过怎么样都可以 不过怎么样都可以 咱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hello 然后后边也用了一个这个a标签 大家在写gsx的时候 一定要写这个封闭的标签 甚至在写这个正常的前面标签的时候 也要写封闭的标签 这是一个良好的习惯 我们哪怕简单 简单的写一个这个input标签 你也记得最后一定要加写杠 如果没有闭合标签的话 一定要加写杠 这个里边 两个spam标签 spam里边跳spam 太好了 单独拎出来 加一个包裹的层 然后age 就是我们在写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 atml标签和这个组件 和这gsx用法混合使用的时候 所以必须要做一个这个有个规范 第一点呢就是说大小写的区分 一定要把这个四面标签 而这种atml标签是小写的 而这种组件标签一定是大写字母开头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哎呦没传进来 忘记复制了 嗯 正常就是这个结果 嗯 一个是这个大小写的区分 再一个是这个 特殊的一些标识符上会有些区分 比如说这个 嗯 在class的使用的时候 因为class还有包括for 这些都属于javascript的 对 这个关键字 那么你在使用的时候呢 如果你直接使用的话 它肯定会报错 它会告诉你说这是个关键字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比方说这个content 你跟这儿 进入这个atr 就是这样子 主要名class name 就是因为它有了这个已经有了这个关键词 然后这时候你再用class 它就会提示你已经占用了 所以不能使用 我们只好又换一个单词 class name 那么这个for标签呢和这个一样 我就不再说了 另外一个是这个style style是也是可以使用 但是它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你如果是在这个js里边 你加这个style structure 你是需要把这个 属性 把握起来的 当做一个对象来对待 就是这样 right 哎 还报错 嗯 uninspect token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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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a mapping from the airport not a stream 哦对 少许的用括号 这个用法大家一定要记得 就是 双括号里边 用这种方式 把每一个 你在使用别的的时候 一定是用这种双括号的方式来使用 forward 哎 看一看 三四十二十 他这个他使用的时候 他其实是遵循一个 如果是产生了两个有两个对象 他会从右往左覆盖 就是说右边的一个属性会更重要一点 那么另一点就是要注意的是 右边这个属性里如果没有提到的这个属性值 css 样式 比如说这个没提到color 他就会用他默认的 把它之前的覆盖掉 比如说这个里面没有提到color 默认是这个黑色的 他结果就把前面这个red给覆盖掉了 所以说你在使用的时候 样本就是不同的东西 你把它写到一个里面 写到一个里面 样本就是你这个你确认是要覆盖的 并且是有这个属性值和左边保持一致的 这样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个括号里边再浅淘一个括号 可以这么干 嗯这个是这个属性的问题 然后是这个uncine uncine的意思和原来是一样的 但是他有一些变化 比如这里边uncine 我们默认的之前itml里边uncine的都是每次你先focus 然后blur的时候 失去焦点的时候他才会生效 但是在这个里边呢 就是说 你只要有一些改动 他就能立马生效 而不用等到你去blur 这个也是说他内部绑定实践 不是我们原生的 一定要注意 不是我们原生的 这种uncine 或者是unclic 他是有做过一些改变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点 看一下这个 index 方向解解 超过的123123 你看不用blur 他直接改变 就是这么奇怪 就是这么神奇的效果 那么再先转换这个呢 也说过了 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 这个转换 那么有关jsx呢 就讲到这儿 这就首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回头再使用的时候 千万不要写差了 再开始这个默认大小写 一定要做一个区分 这个呢 刚刚暴露了 大家就换一个吧 比如说这个 你重新定义一个人 然后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手写 自己写出来这个转换后的 HML代码 体会一下这个 gsx的这个差别 就是说 嗯 虽然我们不是不一定 所以不要求这个以后写的时候 你用原生的那种 create element的方式来写 但是一定要知道 有这么一个差别是干嘛的 你要明白这么一个东西 create element里边 create element里边 几个参数的意思 大家一定要知道 然后再也就是可以阅读一下 这些部分相关的一些材料 那么这节课呢 就到这儿 下一节课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组件的概念 第一个比较大的一些东西 一个东西 那么 感谢观看